这些妆讨 方黎靖真相信是我派人要刺杀他 还向天皇宣战了 千真万确 圣主从来不屑用暗杀这种卑劣手段 钟离又岂能不知 想来 不过是他早已有了要吞并我天皇的野心 如今 只是找理由开战罢了 天皇分裂多年 以往的情分在栗子面前 恐怕早已消失无踪 对付这种卑鄙小人 圣主您的慈悲 只能诅咒为虐呀 传我命令 全体天皇弟子 整军迎战 遵令 冲礼果然重计 向天皇宣战 等他们两败俱伤 你我便可坐收渔翁之力了 忠圣主的谋划 自然是高明的 我便拭目以待了 储灵欲储物带中的这套秘法 真是不错 竟然可以搜取他人记忆 干嘛 忠将老头说 有事找你 天皇招式 你仰掌 依靠手形变换蓄力 融合多层掌风御地 长留下断掌印记 这是忠魁悟出的招式 后来尽数交与炎皇长老 确实像天皇长老所为 看来雷尊并不完全认为 自己是被天皇长老所伤 炎皇圣主果然聪明 那人掌法虽像 但身法却不似我 忠魁师兄传授 下吗 静一模一样 有人陷害天皇 模仿易阳掌伤人 若帝皇被挑唆 与天皇开战 玄皇怕是最能渔翁得力的 圣主聪慧 我这就折手调查玄皇 那么炎皇圣主 你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 而你刚刚所谓的正事 是想让帝皇回归炎皇吗 不知前辈亲自来我炎皇 所为何事 不瞒各位 老夫得知 炎皇新圣主刚继位 便一举整合了炎皇两股势力 想来谈谈加入炎皇之事 楚宗主神通盖世 有天宗世家加入 我炎皇可说是如虎天意了 圣主不妨答应他们 前辈愿意加入 我等当然欢迎 不过 我天宗世家 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希望圣主 迎娶我的女儿 这样 我天宗世家 可考虑举足 迁入炎皇 前辈一番心意 晚辈心领了 但是您这个条件 请恕晚辈无法接受 圣主 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吗 有我天宗世家加入 对炎皇实力的巩固 肯定远超圣主想象 晚辈感激前辈一番好意 只是 若我出卖自己拉拢你们 以后我又该如何服众 看来 是老夫思虑不周了 不过圣主 若是哪天回心转意了 可差人 告知老夫 我也不知道 神窟传送地点 是随机的呀 你先自己找地方玩吧 我有事要和钟前辈聊 自十尊消失后 钟炎师兄接任圣主之位 但不久后 钟炎师兄也消失 自那之后 炎皇内部日渐离心 三师兄钟魁率先出走 带走炎皇内部半数弟子 建立天皇 五师弟钟离 六师弟钟墓 紧随其后 离开炎皇后 分别建立帝皇玄皇 再之后 七师妹红尘血离去 建立人皇 至此 炎皇彻底分裂 独我 留守在炎皇 这些分裂势力 背后关系错综复杂 五多年以来 我都未能一统炎皇 实在惭愧 不知圣主可有办法 你们师兄弟 不是都姓钟吗 为何这七师妹 却叫做红尘血 圣主有所不知 其实七师妹 元幻中宵 但她一直心悦于 我师尊红尘 在师尊不知所踪后 便将名字 改为了红尘血 记得你曾说过 我与你师尊 长得一模一样 确实如此 我有一法可治道伤 浩天家族若是信得过我 七语逍遥 自是信得过的 你尽管放手治疗便是 明天 Suite 浩天玄珍的刀伤 比刘霓师兄重多了 Zither Harp Sometimes 接 担 他也有心爱的妻子 我如何呢 我 我父亲怎么样了 我这便宜姐姐 不会真看上我了吧 父亲都伤好了 不止如此 他的神魄 经天雷翠裂 修为应当还能更近 切羽小遥 你对我与家族的再造之恩 实在难以为报 你随我来 都给我等着 一定会让你们好看 这就是传说中的最强王者吗 还有上来挑战的吗 谁敢上啊 连风云榜六十九的李修名 都败得这么惨 只能看这小子报得美人归了 昊天家主 是对我的实力还有疑惑 小有实力出众 不知是风云榜上哪位天骄 家中还有何人 是否已经婚配啊 这又不是比武着急 还来查户口 一定是风云榜上 第九十九名的秦宇吧 你这么肯定啊 风云榜上只有那秦宇 不知是何方势力 也从不露面 并且还有一种神秘的真武 原来是那秦宇 九十九名都这么厉害了 真是深藏不露啊 把真火搞成七色 就是不想让人 枉我真实身份才 如今用秦宇这个身份做掩护 更好 小姐果然聪慧过人 秦宇小有 明日禅渊会盟比赛 就拜托你了 同时也将施月托付给你 望你好好待她 啊